歡迎大家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先跟大家跟進行指方面的表現 現時行指升49點 最新報是2072點 升50點 但成交方面暫時在做438億多國企指數 現時升60點 最新報是8944點 大氣成交方面最新有438億多 至於上證方面 現時這一刻在內地股市方面都是靠穩的 升風來港介乎1.79% 至2.2% 上證為3,088點 升日52點 跟進完中港股市方面最新表現 請來我們的分析員 就是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 Jason 你好 如果大家想問Jason問題的話 爭取時間就打給我們了 熱線電話是204-6566 電郵地址 askfbschannel.com 我先接通嘉寧觀眾的電話 在旁邊這次有陸先生 陸先生你好 早安 你好 你好 早安 我買了3年半 是 正華買的 兩個六號幾 另外一隻 我想轉了問 1618 看看兩隻去到 有什麼東西 去到什麼位置 我想放 1618想放嗎 1618是否想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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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 兩隻 很久了 很高價 不要緊要 先說香港中女 308 現時股價是2.73 升3% 家庭觀眾2.6有貨 換言之有些利潤在手 今天來說沒有特別大的消息 見到股價上升了3% 家庭觀眾問 現時來講好不好先賣出呢 最近都見到公司有回購方面的動作 股價有沒有繼續推升的可能性呢 Jason 這隻股份在上個月 即是2月份的時候 有一些消息 當時都說 他的控股股東 就是中國港中女集團那邊 就說接下來會有機會 做回一個戰略重組的事宜 但是當中的方案 就沒有一個很詳細的公佈 還有都說 整個的重數方案 整個的重數方案 都需要等待有關的部門去批准 當時你見到消息出來之後 股價曾經是升了一層上去 當時見到最高都去到 大概2.9毫多 但是跟著就由於沒有什麼 更加具體的消息跟進的時候 那股價都叫做再跌一些下來 那見到他去到2.5毫多的位置 就又跌不穿 那跟著在這兩三天裏面 又升了一些上去 暫時我自己看你說 這隻股份那個的基本面 不算說真的有什麼特別的 那只不過就說 有一個就是重組的概念 那會不會接下來有一些資產 可以注入回去這間的上市公司那裡呢 那都值得是憧憬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這隻股份 你是拿著貨的 你剛剛買了的 那可以再給點耐性 再等下接下來 有沒有一些更加多的消息 那暫時上面你說 短線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都是之前2.9的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去到這些位置 仍然都是沒有什麼消息跟進 然後它的股價都是升不穿 那就有機會會再跌下來 就繼續維持一個橫行的格局 這樣去走的 那但是一旦你說 以一個大的成交 去升穿2.9 再配合一些 真是比較具體的消息 那可能再上去那個目標 就有機會看回3.2 那所以變相你說這隻股份 在目前這一刻來講 我覺得都可以繼續是拿著 好 繼續拿著先 你好 陸先生 跟著和你談一下 中廣核電力1816 嘉寧觀眾說買了很久 較高的水平有貨 現時股價在做2.54 就升超過1% 看到最近中廣核 和中核集團方面 就住在華龍1號方面 成立了一間公司 叫華龍國際 看到這個消息公佈之後 股價都是較穩的 上個假日來講 已經是價量齊升 抽升了一陣 現時股價1816 做的是2.53 還有一個月的高位 都2.5 嘉寧觀眾問這隻股份 如何處好 Jason 如果是說116 中廣核來講 當然看回之前的業績方面 大家都覺得沒有特別驚喜 但要留意這隻股份 在過去一段時間 都叫做落後的幾多 所以目前來說 我相信再跌的空間 就不是太大 還有去到今年 內地方面 特別是集團旗下的 那幾個新的核電項目 都會是投產的 包括一月份方面 那個是除陽光三號機組 都說會是投產 預計今年的核電的發電量 都可以進一步提升 所以變相 如果你說這隻股份 去到握著它 目前來講的問題 應該不是太大 上面初步來講 看看三元左右的位置 好 陸先生 能幫到你嗎 多謝 多謝 好 可以 還有其他股份想問 多謝你的電話查詢 希望都能幫到你 Jason 跟著跟你跟進一下 就是個別的股份 以及指數方面的最新情況 跟你談談 就是中海外方面的情況 暫時股價 都能夠是靠穩的 股價方面 今天來講回到少許 就是2%左右 現價是25.7% 看看相關的報告 見到多間的大刊報告 都是比中海外 是一個比較正面的評級 看看它的銷量將會增加 都是獲體好的 花期甚至乎上調目標價 但見到最近來講 公佈業績之後 股價方面 就沒有太大的抽升 反而整個板塊利膽消息 陸陸續推出來了 就好像說 對於一四年城市 方面樓價方面升得太快 可能有些相關的政策 去規範 就是樓市方面的炒風 如何看回到6800呢 在整個板塊當中 會否依然看好6800呢 6800出來的業績 都算是對板的 一來純利的增幅方面 也有兩成多 另外也看回到毛利率方面 雖然沒有一個實數出來的 但在業績上也提到 毛利率也屬於 行業裡比較好的水平 再加上上一年 他都叫做達到合約銷售的目標 今年也維持1800億這個水平 還有看到負債比率方面 都仍然處於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即是說只有6.8% 意味著他接下來再去到借貸 或者再去到買一些新的土地 甚至乎再和其他公司收購一些新的項目 都仍是有相當多的空間 相當大的彈性 換言之你說這隻股份 以內房股來算 他都屬於一間 我覺得是不錯的公司來的 你說今天跌 我覺得那個問題也不是太大 畢竟上個星期星有這麼多的 還有今天也有些消息 就說說國務院那邊 都叫做通過了 就說接下來希望去到今年年中的時候 就是5月1號開始 就會對於房地產的企業 會實施一個形改增 即是一個稅務的改革 到時對於這些房地產的 付稅開支來講 有機會是減輕的 雖然你說看回那個增值稅的稅率 就比起營業稅的稅率方面是高的 但是不要忘記的話 就說本身你由於收增值稅 就代表著有一部分的成本 是可以扣回一個稅 國務院那邊都說得明白的 在這個改革的基礎之下 那些企業方面的付稅的負擔 就只會是降低 就不會是增加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 以一個稅務開支 接下來是有機會降低的角度來講 對於688來講都是好事來的 所以便順利今天這個跌幅 我覺得都是一個叫做合理的調整 如果你說之前是沒有貨的 我覺得都可以趁著這個調整的機會 可以去到大概25元B這些位置 就去到吸納回去 是的 見到花期方面的報告更加著眼於 就是中海外之前收購了 就是中信方面的地產項目 它認為會帶來高增長 亦都會提升整個集團的NAV 以及每股的盈利 它在目標價方面 等下看到它是32.6元 就看到它是33.8元 向上調了 現價來說都是8元方面的水位 Jason 你說得這麼樂觀 中海外上網空間可以去到多少 中海外你說之前收購中信的物業項目 都算是一個相當之底的作價 還有補充它的土地儲備 都佔了在本身公司 大概是五成左右 所以如果你說它這一層 調整完之後再上 當然短線來說 就看上個星期的高位 大概是27.5元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穿到的話 在上網下一個位置 就可以看上去大概30元的位置 謝謝Jason 你分析了 就是中海外這隻股份 以及加入了嘉寧觀眾的疑問 這節時間差不多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過的股份有沒有哪隻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恆指方面現時升53點 報20722點 國企指數升66點 報8949點 大股成交暫時截止是12點 有451億多 稍後和大家 就是另一日節目 和大家跟進半日方面 中港股市最新情況